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个颜色 然后呢除了两个颜色就是第一排的第二个和第四个以外带一些轻微的光泽感 其他的颜色呢几乎全都是雾面的 你在市面上找这样一个全雾面的色盘其实不是非常好找 因为就是像这个欧美的一些品牌除非你是自己去买单独的颜色拼在一起 尤其是Battery他们家就是我今年开始接触了很多Battery的产品 那每一个我都非常非常的喜欢 因为他们家的这个产品我觉得它的最厉害最棒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把这个质地方面做到非常非常的细腻并且显色 好那这一盘呢其实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是非常非常的实用 因为它叫Smokey Nude 就是它这个里面几乎全都是属于裸色啊大地色的系 它有这种深棕色黑色灰色 那我们平常所讲到这种Neutral Color能够改变轮廓的这种中性色系 它里面几乎全都有 还有米色然后有一个淡粉色 还有一种这种蜜桃色 它都可以用作打底 或者说你想要一点点这种粉嫩柔和的妆感的时候 就可以用这样一系列的这个浅色系 那上面还有这种Copper的这个棕色 如果你想要画一点点Smokey加一点光泽感 或者要一点点这种Bronze Eye 有点夏天的感觉用这样的颜色也可以 黑色呢也可以用来晕染眼线 或者说来画这种稍微重一点点的妆感 烟熏妆啊或者会加强眼尾都OK 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实用的眼影盘 那这个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眼妆的步骤 那眼妆的第一个步骤呢 我要用这一支就是Betteri的眼影笔 是我最最喜欢的眼影笔的颜色 Misty Rock是它的5号啊 之前我们也在这个爱用品的视频里面推荐过 那这个方法呢 不光是我自己平常在化妆的时候喜欢用的 那我在给客人在化妆的时候 有的时候在做这个新娘造型 也会喜欢用这样的一个方法 作为一个眼影的打底啊 它会让这个光泽感从你的整个眼妆里面散发出来 但是又不会夸张 不过在眨眼睛的时候或者闭眼睛的时候 那这个光泽就看起来非常的迷人 好我们现在就用这个产品来打底啊 我自己有提前化过一点点内眼线 还有外眼线的眼尾啊 为了节省时间 好 那个步骤我们就不详细的讲了 那这个就是打底过的这个效果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用这个Betteri的 实色这个Nude Smoky 这个眼影盘啊 好 那你可能不会每次都所有的颜色全都用到 因为它太多了 十个颜色啊 那这个里面呢 绝大多数大概有八个颜色 全都是雾面的颜色 只有这两个颜色啊 然后这个Copper Copper的棕色 还有一点点这个浅灰色 它们是带轻微的珠光 不过这个珠光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都是非常非常淡的光泽感 其他全都是雾面的颜色 并且它的这个质地呢 也都特别特别的细腻 很容易做晕染 那我自己的习惯呢 会先用右上角的棕色啊 拿一个稍微小一点的眼影刷 把它用在这个眼尾三角区的位置 我们每次在示范眼妆的时候 都会强调眼尾三角区 好 那我们就再次看一下 这个眼尾三角区的位置 它在你的双眼皮折的里侧 也就是眼尾大概三分之一的位置 好 就这里 就这边啊 我们把这个最深的颜色 盖在这边 然后等一下 我们再用其他的颜色 把它晕染开 好 其实呢 你在画眼妆的时候 这个步骤 深浅颜色的先后顺序和步骤 其实不是一定的 那有的人他习惯从浅色开始画 然后再画深色 有的人呢 也是从深色开始画到浅色 那像我们今天呢 就是从整个眼妆的最深的颜色 开始画 那原因是呢 我们接下来还要沾取这种中间色 也就是专门可以用来加深眼窝的轮廓色 我把这两个颜色都叫做轮廓色 我们用的是最后一个一点点的这个灰棕色 还有第一排的这个灰色 把这两个颜色混在一起 那这两个颜色都是很经典的这种 neutral color 就是中性色 我们在之前的眼妆的视频当中呢 其实都有讲过 那中性色呢 它是唯一可以改变你眼睛轮廓的颜色 就像我们修容的时候 一定你要用这种neutral color啊 我们在想把眼睛画大 或者画的更深邃 或者变长变圆 就是你想要改变眼睛的形状的时候 我们都一定要选择这种雾面的中性色来画 它才能有效的让你的眼睛放大啊 好我现在用的是这个217的blending brush 然后呢我们沾取的这两个颜色 从眼尾开始往眼头的方向晕染 然后呢你会路过这个你的眼窝的这个轮廓啊 所以说我们就画弧形的这样慢慢的去晕染就好 好大家记得一定要反复的去做blending的这个动作啊 直到你所看到的这个颜色非常的均匀 然后过度也很自然 好它其实画出来就真的是有一点点这种小烟熏的感觉 因为它有一个颜色的漸层啊 那这一盘叫做smoky nude 它就是可以用这种裸色画出小烟熏的感觉 好那这个晕染完成之后呢 我们现在换回一个稍微小一点点的晕染刷 那我还会沾这个最深的棕色 好把它画在我们的下眼尾 最后的这个位置 然后跟你的上眼尾在外眼角的地方做一个衔接 把这个位置呢连接在一起 向后延伸 好另外一侧也是一样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用 上面的这个copper brown就是有点这种古铜色的这个颜色 它带一点点光泽感啊 我们来沾取这个颜色 然后来画下眼影 它会增加一点我眼睛的深邃度 然后它也有同时放大眼睛的效果 我们刚刚用了一个深色的棕色在眼尾 那这个时候呢用这个比较浅一点点的中铜色 把它晕染开 那这样你的下眼影它也会多一点点这个层次感 那我们要记得把颜色最深的留在你的眼尾的部分 就像我们画这个眼尾的三角区一样 下眼影也是一样 我们把最深的颜色留在眼尾 它都是有这个放大眼睛的效果 好那现在呢我要再换回这个blending brush 就稍微大一点的刷子 还是同样沾取这个我们刚刚用的这个copper的颜色 然后把它用在上眼皮的中央 一个是增加一点这个眼妆的光泽感 那另外一个呢是多增加一点它的这个层次感 所以你们看我们现在为止这个眼妆一共用了四个颜色 其实它还有非常非常多种画法 那这个画法呢是我自己比较常用的一个 好那这个眼影的步骤完成了之后 我们就再加一点点外眼线 如果说你平常有画内眼线的习惯的话 也建议画上内眼线 这样子的话 你的眼妆看着这个完整度上面会好一些 我是在这个眼妆之前 我就已经提前画好了内眼线了 我画的是棕色的内眼线 好我们画外眼线的时候呢 我自己的习惯呢会强调眼尾 就是说从这个眼头到眼睛中间的部分呢 就尽量画细一些 不会画的太过明显 从眼睛后面的三分之一才逐渐开始加粗 然后到眼尾的话再延长 好那这样画的方法就是说看起来自然 并且可以同时改善你的眼型啊 让眼睛变起来 让眼睛看起来眼尾的地方会变大一些 好的那现在呢 我们就来夹睫毛还有刷睫毛膏 好了刚刚我们把睫毛膏已经涂完了 那最后可以再加一个步骤 就是打亮眼头 那这一盘的眼影里面 它没有专门的一个打亮色 就是浅的一个高光色 就现在我要用的是啊 Sanile的一个眼影笔啊 它是一个香槟金色的 所以呢我把这个颜色 直接画在眼头的部分 那当然如果你不想做打亮也OK啊 没什么问题 这些都是附加的这个步骤 就是都是让眼影看起来 眼妆看起来会完整一些 好了那今天这个眼妆示范就完成了 希望你们会喜欢 如果有任何问题 请在下面留言给我 那我们就下周一再见 拜拜